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在国外的话最风行的就是已经走向MobbySpa这样子的一个境界 那我们追求的就是说传统的医美现在已经不是医美了 我们是超越传统医美的MobbySpa的一个境界 就是结合我们的医学美容跟主题是吧的一个结合 实际上的医学美容只要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结合最新的医疗技术及仪器的运用 由专业皮肤美容外出医师亲自探检治疗 另一类则是由医师的督导 培训出专业美容师拥有更正式的皮肤护理观念下 做皮肤的美容保养 你会感觉就是说 你不像在像以前到传统医院的那种有刺敌的药味啊 好像不怎么亲切的医师 在我们这里你可以就是这样子轻松愉快的来享受这个最顶级的MobbySpa的一个境界 在全世界医学美容已成为一门新兴的行业 专业医师团队新兴拥有医护执照以及美容执照 还有医学美容的专业训练 他们引进国外新进的医学美容设备 以及建立对美容的新观念 在技术城市与美容观念上都已超越目前的美容沙龙 我们是跟全世界最大的雷射厂在配合 所以我们所使用的仪器都是经过FDA的认证 或者是台湾卫生署的合格的认证 所以我们在技术的部分我们可以说也是领先我们的一个潮流 随着美容保养观念不断的更新 他们不仅要让消费者理解国际上新的美容观念与技术 黄小姐还提出了在医学美容的潮流下 他们要与台湾的医师合作并协助传统的美容沙龙转型 让台湾也能领导世界的潮流 希望走出不一样的路 在台湾我们有推出两个非常新的一个新观念 跟一个新的想法 一个就是说医美互联网 就是说以前医生你不晓得说怎么样进入这个医学美容的门槛 只有我们水晕光的这样的系统 可以把这个成功的纪念复制给你 那第二个我们有推出一个联合的沙龙体系 就是说传统的美容应该何去何从呢 如果你没有在你自己的一个技术跟平台上来做一个提升的话 你很容易被医学美容所埋没 因为没有办法 因为医学美容它就是一个趋势 它就是一个时想 在扩大国内的医学院所 以美容沙龙越的联系服务外 为了服务更广大的爱领族行 依据过往丰富的行销经验 以及医学美容的新技术观念允许 他们希望未来能前进大陆 将新鲜的医学美容绑入更广大的市场 我们即将在明年经济中国大陆 因为呢在中国大陆的市场目前来讲的话 有非常多家的医院跟我们下去 那一季呢 在明年呢 我们就会实现大陆的一个医学美容的一个 这个平台的建构的一个计划 医学美容主要成为美容沙龙 无法解决的问题为提点 用医学专业的角度来解决消费者的问题 并达到美容的功效 而他们的理念 则是除了与专业的结合外 也提供妥善的服务 并透过医学美容与顶级SPA的结合 要让每个消费者都能安心地享受医学美容 也能在这样的环境中放松 摆脱生活中大大小小的压力 现在的女人 其实是比较爱自己 以前你可能会觉得说 把钱存起来给小孩 给先生 但是你要知道说 女人的容颜就是你最大的 这辈子最大的投资 你要怎么样保留出你一个青春的容颜 其实你可能做了很多的保养 你用了很多保养品 但是我相信 它就觉得没有 医学美容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治疗的效果 相信爱美的族群 应该对一些美容的新观念有所认识 在投资自己的同时 也能挑选经过认证 值得宪爱的美容中心 我们希望 永远能成为 让青春留在脸上 散发傲人自信的人哦 我们就会认识